小姐 你好 你是否都是醫護界的 是啊 是啊 那你今天來這裡是主要想挑戰什麼 其實我們這次醫護界罷工 都是想香港政府封關救回香港 阻止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毒 在大陸再湧進來香港 因為我們醫護界本身沒有武漢肺炎之前 已經是人手很不足夠了 其實我們的Winterstorch之前 已經在一些 mental的病房 已經開了一些clamp bag 在走廊裡已經開了一些床位 然後其實已經是 那個best step 已經是很多張病床 已經是很不足夠人手 然後現在還用了這麼多人下來 說是武漢肺炎 其實我們第一個人手 根本是負荷不了這麼多武漢肺炎的人 然後其實我們慈善在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 其實他的保護裝備都是不足夠 其實我們的保護裝備 包括有這個Mars 要是N95的Mars 然後還有PPE的保護衣 其實這兩樣東西都是很不足夠的 還有還有一個很少人會知道的 就是我們的隔離的位置 就是隔離病床的位置 空間都不是很足夠 因為其實有很多潛在的病人 其實他們現在睡的地方 都不是在一個負額的病床 而是一些普通病房 可能是一些角落的位置 其實隱藏了很多potential的病人 但是其實他們在這個incubation period 其實他們沒有任何的病徵 但是就已經治癒了很多病人 所以就會將病菌好像炸彈一樣爆發開去 其實有很多市民會中了招都未知 倒中招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很多人已經中了招了 我聽到就是你剛才說過 這次這個疫情都牽引了很多 一連串的問題出來了 其實就是說現在都剛剛公會都宣佈了 說暫時會停止罷工 那其實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我真是能力都是公關的吧 其實我想說回我們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想繼續罷工 其實因為我們其實已經連續罷工了 我們分了兩個stage Stage 1是一些非緊急的服務 就是Stage 1 Stage 2就是緊急服務都是罷了工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人都是因為覺得 其實都罷了工很久 所以我們不想再罷工下去 我們想回病房做事 然後我們想回去做一件事 不想前線的同事這麼辛苦 所以我們想回去先做一件事 然後我們想遲些再看看 大家再討論一下 看看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逼迫政府去封回那些全部的關口 多謝你 全社 你很激動 其實最後我想看看你有什麼說話 可以從香港人講或者從政府講 希望你可以表達一下 其實我覺得醫護界去罷工 其實我們已經踏出了很大的一步 我也想其他行業都參加這個罷工 我們大家一起向政府試壓 令到它關上全部的關口 就不會被那些病患在大陸傳進來 然後我們香港就自己 要繼續堅強下去 讓大家一起去守護香港 大家要參加健康 然後高層 其實政府的高層 其實他們真的不管香港人 他們在這樣的 他們有很高的主權 但是他們都不會 真的受到很多香港人 不會為香港人去謀遜 其實他們 他們很壞 而且很羞恥 拿這麼多錢 人工都不是工作的 還要令到市民凌晨去排隊拿行李 我覺得這樣是很不適 希望他們快點清醒 去為香港再服務 OK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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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的訪問 謝謝你的訪問 Thank you 好多謝 好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